6月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我们来到台东延平 位在中央山脉下的一个小聚落 跟着农场主人的脚步走进田里 杂草长得根人差不多高 可别小看这些杂草 这是一个失落了半个世纪的超级未来食物 台湾特有种游芒 所以这个几乎都只能用人力 它没有办法机器采收 它就是只能用人力 对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大概还要半个多月 这个将近还要一个月 拿着小刀熟练的割下成熟的部分 这是多年生的河本科植物 还是对抗气候变迁的厉害作物 你看它这边 这是辣 你可以这样摸摸看 它会有油 对它有油的 它就是会产生这个油的那个 主要就是因为要让它减少那个水分的散失 就像是擦上防晒油 可以抵御酷暑 台湾油芒是光合作用效率高 固碳效果好的植物 种植油芒可以适度活化 修根地 降低热导效应 以及防止红害 不只如此 中研院研究 小小的油芒 脂肪是稻米的八倍 蛋白质是稻米的两倍 至于钙和铁的含量 则是稻米的七倍 还有赖氨酸能够促进人体发育 增强免疫功能 比较严重的是我老婆是挡固醇的 那我的那个血糖 血糖的问题 那血糖的话 资料显示是在那个红里 挡固醇 降固醇资料 在他们的研究报告里面 你是降固醇是油芒这个部分 亲身感受超级未来食物 油芒的好 油芒从以前就和小米 红梨 树豆一样 是原住民的传统农作物 即便有这么多优点 但还是让油芒这种作物 沉浅了将近半世纪 很多族人都不重视 原因是因为它 没有办法一次成熟 采收好的油芒 接着要晒干 经过三天的曝晒就能进行脱离 不过在脱离前 竟然要穿上防尘衣 为了避免油芒上面的芒 卡在衣服纤维里面 造成全身痒 还要戴上护目镜 全副武装 后续处理相当高刚 就是因为后续加工比较麻烦 加上成熟其不一 目前油芒正值还在推广阶段 不过油芒经济价值高 枕猪可以利用 像是金杆可以做成饲料 动物适口性接受大 加上不用太多的水来灌溉 也不太需要施肥 更能因应现今气候变迁的环境 种子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配更占种子的三分之一 有很高含量 有益健康的成分 在极端气候所造成的粮食危机中 可以和稻米一起煮 口感更好 让人们在米食上多一种选择 另一种可以对抗极端气候的作物 你可能想都没想过 就是拿来酿酒的高粱 台南后壁是西部的稻米之乡 连续三年因为干旱 也开始转种高粱 今年一起做第一年 又碰到汽水修根 那我们配合政府的推动 我们鼓励农民去种高粱 我们也种了116公顷的高粱 为了让农油转型 农委会推动台高粱计划 由台南区农改厂历经九年 成功育成的新品种台南八号 成为对抗旱灾的利器 酿酒用的高粱 这个台南八号来讲的话 它的用水量 大概是比水到 节省可以80% 也就是一公顷 可以节省 8000到1万公顿的水资源 是非常的省水的一个好的作物 台南八号不只可以对抗极端气候 更是阻挡地层下陷的好帮手 高铁呼啸而过 看不见的危机就隐藏在地底 云林早年超抽地下水严重 尤其土库镇每年地层下陷6.5公分 高粱成为拯救高铁的秘密武器 水到就是你比较中水啊 然后它比较管理啊 然后这个就 这种高粱就是我们就所谓的看天天 好照顾又不需要大量用水农友接手度高 因此积极推广在高铁沿线 种植和做高粱 这里土库他们要几百公斤的 越来越稳定 出血率也提高 马中贴了四十几百分钟 明年就是希望能够从 111年的一千公顷 推到明年是要到三千公顷 那我们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 因应极端气候以及地层下陷问题 高粱成为新的解方 但极端气候对高粱还是造成一定的影响 收割前在高粱田里穿梭的是陈青波 是当地的专业大农 采收机在高粱田间缓慢移动 把成熟的高粱卷进车子里 原本种植作为饲料的硬质玉米 现在多增加高粱进行产剂调配 更看好高粱未来发展潜力 我这次大概种了四十公顷 明年度应该还是会继续增加 种植的那个面积 因为它基本上来说 它的所用到的机械和那个硬质玉米 都是一样的耕作模式 这两年我们刚好在推广高粱的时候 也遇到蛮多困境的 包括我们农友也是一开始的种植 很多的事情要做重新的学习 那跟改良场这边 虽然有博士给我们很多的资讯 但是其实天后的变化 病虫害越来越多 甚至有一些是我们以前没有的 比如说秋情菌虫 当极端气候越来越严峻 没有人能预测粮食危机 会不会有一天就发生在 我们所处的环境中 或许这些超级未来食物 还有各自的问题要解决 但至少能让我们多了些选择 来因应未来的挑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